刚才讲阿弥陀佛连念我们众生 就好像母亲意念子女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逃世 我们单方面的意念 它不能产生作用 但是我们这些浪子 能够也意念母亲 这里面的效果就出来了 母亲在永恒的意念子女 子女原来逃世 不产生交感 现在子女一念回光 也在意念母亲 这两种意念就互动了 就感应了 就到交了 那你说大不可思议的情况就会出来了 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慈悲愿力 弥漫在虚空法界 渗透到我们众生的每个念头里面 它是这么去意念的 非常贴近的 所以佛经不断地说阿弥陀佛去此不远 离我们不远 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观经里面讲 诸佛如来是法界生 如一切众生心想中 事故如等心想佛之 世心即是三十二想 八十随心好 世心作佛世心是佛 诸佛正便之海 从心想生 这句这种观经 佛相观这个经文里面 真的就把这个真相解释出来 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生 所有的功德 都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都在念头里面 来加持我们 来意念我们 那我们诸恶事不得成就 那我们诸善事得以成就 我们受苦的时候 佛偷偷在启发我们 觉醒我们 让我们产生信心 那么我们在 逃世的过程当中 母亲都在意念我们 现在我们转过来 意念母亲的时候 母亲就更会意念我们 这种意念是及时的 刚才讲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心中 所以阿弥陀佛在我们 凡夫众生的心内 同时我们凡夫众生 又在阿弥陀佛的心里 我们是这样的同体 我们是以佛内心的众生 念众生内心的佛 这样的念 每一念的呼应 是当下的 是及时的 是同时的 我们只要这一念 一意 这个一意呢 它就会转变我们 凡夫的心理状态 比如这个母亲 对子女的意念 要产生交感 是要靠信心 靠信愿 这个如果她逃世 就是说她怀疑 她忘记 她对于五一六成 认为是人生的价值 对于这种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对我们生命的真实价值 她不了解 甚至还会认为 这是封建迷信 对我们有意义 你叫她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她哈哈大笑 她说你怎么这么迷信呢 这个放着钱不肯赚 你干什么呀 吃了饭 没事干呢 她会这样说 所以她对于这种 大事因缘不了解 这就是颠倒 这就是迷惑 你长重 现在我们 由于佛 跟我们的这种 佛经传达的意思 由于善知识 跟我们讲 我们知道 我们原来追逐 五一六成 是虚幻的 是毫无意义的 是无常的 是重苦之本 突然的增加了 我们的 灭力 让我们在轮回的 过程当中 每况愈下 那么我们最真实的生命 是佛性 而且佛 阿弥陀佛为了我们 回归到佛性的保俗 他是那么慈悲的 建立大愿 建立净土 来救度我们 我们知道这回事 我们就开始 意念阿弥陀佛 意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是人的生命当中 最有价值的事情 这就是 子多亿母 就好像母亲 在意念子女 这样母亲 母子之间 重生至生 就不会再违背 再不会远离了 这一念的意念 就是讲一念的信心 就能够落到 阿弥陀佛的 大悲怨海里面 阿弥陀佛的怨海 紧紧地把我们尸数 我们下一辈子 一定到极乐世界去 生生世世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再也不会再逃离了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全体的 我们自信的涅槃的境界 我们的自信光明现前 我们知道真正的价值 在什么地方 没有无名颠倒的话 我们就永远会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他会自觉地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他会知道跟佛在一起的重大的意义 这就是华言的十地菩萨 每一地菩萨都不离念佛 念法 念菩萨比丘神 念身 如果我们知道这种事情 如慈母意念 子女不相违远的事情 我们就会深切地理解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 以及他救度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决定不虚的愿力 知道这一点 我们对往生就会有一个决定的信心 阿弥陀佛十八月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自信信要 欲生我国乃至十念 若不生则不取正觉 他建立一个自己庄严清净的岔土 能够让一切众生远离种种苦难的煎熬 备受种种的快乐 然而往生的条件却是非常低 你只要深信千愿辞明乃至十念 十念通临终十念 也通平时十念 你平时就是念十圣阿弥陀佛名号 阿弥陀佛临终时都决定来救 来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 我就不成佛 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 那么这一愿绝对是可以兑现的 你看十神念佛都能往生 没有提要求 没有提一定要功夫成片 更没有提清净心往生 但这个信心却是很难的 自信信要预生 这六个字 我们一定要熏悉 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信愿的背景 自信是什么 自成信 信 自信 这个自是修识心的 修识信的 修识要的 自成心 自信心 自要心 自要 这个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难不难在念佛 难在建立信愿 现在我们这个末法的众生 这个心都是狡诈的 都是虚伪的 都是做表面文章的 所以表现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当中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信性越来 信誉度越来越低 大家都是在玩机型的 那么玩够 玩多了机心 有这个做假的这种 一种习性 那么在学佛上 它也会迁移过来 所以我们学佛有时候 就显得不那么真诚 你说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求往生 求成佛 求度众生 但是真正对往生这个事情 它有决定的好要 一往情深 对这个世间没有一念的这种 这种留恋 这不是一般人所做得到的 你没有对这个世间的生存 壮大的苦难 有刻骨铭心的这种体验 如果没有对这个世间的功名利路 妻儿子女 这些体性 这种苦空无常的体性 有一个圣神的智慧的关照 你要它放始还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天天说往生往生 真的阿弥陀佛今天晚上过来 接我们走 到关键时刻还要说 阿弥陀佛能不能告几年假 还是不想走 贪生怕死 一遇到病 我们人都会生病的 小病可以治 大病你能不能说 大病就是念佛求往生 但我们一有病 可能想到怎么到医院去治疗 怎么求神 怎么弄点什么算卦 甚至还要吃什么山珍海味 吃肉来滋补滋补 平时吃受到了有病 还想到要滋补滋补 这些 外面显得它是学佛了生死的 实际上关键的行为又做不到 这就没有做到自信 再就是自信 这个念佛依法 它全体的建立在佛的果地上的 你要真正产生信心很不容易的 它是不可思不可意的 所以说我们一听到念佛法门 就说我彻底的相信了 是很难的 我们可能有一定的信心 但里面是夹杂着怀疑的 现在要通过一个文师修 慢慢使我们的这种半信半疑 变成多信少疑 最后逐步抵达 有相当程度上的信心 夹杂着怀疑的信心 它也能往生 无非是边地移成 所以这个自信 自信就是百分之百的信心 没有一念的怀疑 念佛法门最高的功德 就是信心 最障碍的一个罪念 就是怀疑 不怕你行为上造念有多大 就怕你有怀疑 有怀疑就没办法 怀疑我们把它比喻成 就像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就使这个电流过不来 过不来这边就不能亮 你把这个怀疑的电阻一测开 电流一过来 全体亮起来了 自信 自药 就是听到这个法门 那种欢喜踊跃 每个毛孔里面 都洋溢着那种快乐 这就是一个法性的这种快乐 一听到这个佛号的声音 这个净土法门 它就泪流满面 毫毛都竖起来 觉得哎呀 终于遇到了这个法门 这个庆幸的无以交加 你得要有这么一种宗教情怀啊 能够这个时候放下娑婆世界 求生几多世界 就是欲生 欲生就是希求 好要 一往情生的怨生的心 那就是如绝江河呀 力量很大呀 万牛不可挽啊 所以念十生是容易的 但是你对这个十生符号 灌注这个自信心 要预生的这种 这种信愿 确实不容易的 你所以看十八愿 好像它容易 实际上很难的 所以我们修行净多法门的人 首先要在这个信心上突破 信心上突破 你们先不要用我们的逻辑思维 去考虑它 先很质朴的去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有一尊阿弥陀佛 太慈悲了 他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实存在的 他发的四十八代言 已经圆满了 已经有力量来救我们了 然后对自己一定要谦卑 不能自傲 就是我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 我是烦恼生重的 我是涅障生重的 我自己靠自己力量 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唯有靠阿弥陀佛 才能解决问题 你对自己的这种自知之明 以及走通途自立法门的放下 能够全身身心地交给阿弥陀佛 实行一个真正的南无 南无就是归命 把我们的生命归到阿弥陀佛那边去 那么阿弥陀佛 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他有大慈悲 他有大威力 他一定能够给我究竟的快乐 解决我一切苦难 我们只要归命 阿弥陀佛就能解决我们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法门 它的 这个 简单 说它非常简单 很容易 但难 也说它很难 我们这信心很难建立 建立信心 它自然就会产生 愿往生的心 这个信愿建立 它就一定会支持名号 每一身佛号 都跟阿弥陀佛的悲心 愿力 感应道交 每一身佛号 都有弥陀的光明的铸造 每一身佛号 都法喜充满 每一身佛号 都在启动我们的信愿的善种 这样信愿形 形成一个良性互动 我们就成了一个 合格的敬业行人 这就是人中分陀离花 人中的妙好人 如来的第一弟子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就能跟观世音大师志 这些法王子 打手同行 对一个身心念佛的人 观音世志为其甚有 是朋友的关系 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所以我们要想跟阿弥陀佛 深深世事不相违缘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就得要全身心地 投告到慈母的怀抱去 而慈母的这种 这种净土 是永远开放的 门槛不高的 不仅人道的众生可以去 就是冤非暖动的动物 都可以去 只要一去 就能得到 如阿弥陀佛那样的 无量寿 那样的身相光明 那样的六种神通 那样种种的智慧 这都是阿弥陀佛果地上 无条件的恩赐 把他积累的财富 无条件地给我们 我们顿能的富贵 这就是 至极圆顿的法门 就是一去 就是阿弥陀治 如果了解通途 你靠自己的力量 得阿弥陀治 就是不退转菩萨 那是太难太难了 阿弥陀佛不退转 最低限度 是说于原教 出诸位水平 断一品无名 这要经过 两大阿弥陀奇节的修行 才能达得到 那我们这些聂力凡夫 尤其造作五逆十恶的人 一去 都平等地获得阿弥陀治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 特异的效果 就是这种 慈母无条件的恩赐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 流浪的太久了 应该要好好地反省下 今生要回归 故乡民运 有谁真 科鲁西山 任笔殿 这个浪子 原来有首歌是 回来吧 回来吧 那浪及天涯的游子 我们是浪及六道的 三千大千世间的游子 今生一定要回归 极乐的故源 做弥陀的弟子 就好 好 南无阿弥陀 对于念佛法门 我深信 但我每当在念佛堂中午后 念佛和念经 都经常打瞌睡 很难坚持 用很多方法都很难排除 请问 是否我念藏重 因我在三十年前 曾度过三次胎 很惭愧 请法师开始 首先你对念佛法门 有一定的信心 这都是很值得 随喜赞叹 那么念佛的时候 打瞌睡 这确实是我们的障碍 一般人念佛 都会面临昏沉 昏沉就是打瞌睡 再就是吊菊 还妄念纷飞 坐不下来 这是首先碰到的 两个障碍 面对这个 你的要有方法 方法很多 很难排除什么 你还不能首先 在那种技巧方面 首先要在 在那种心理背景上 还是在身性切愿上 身性切愿是什么 你就是生死心要很切 当要昏沉的时候 你赶紧在佛面前 磕头 磕得头破血流 如大山崩啊 我现在还磕睡 我即将要下地狱了 我这个地狱众生 还在这打磕睡 怎么得了啊 然后再打几个 打几个自己的耳光 打响一点 给自己很有力的惩罚 然后再进行 打磕睡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坐坐 这时候你进行念 你高深念 再就是拜佛 一边拜佛一边念 拜佛整个血液到头部 它会比较有效地解决磕睡问题 总之你不能一打磕睡 有很多人一打磕睡 那正好 睡他一觉 很香啊 上个月还有个句子说 我们念佛堂 念半个小时 坐在那里坐半个小时 一坐半个小时的时候 都能看 听到打憨的声音 这是不是得念佛三昧呢 他打磕还是 他说念佛三昧的禅定呢 这个时代众生 昏诚感会很重 这确实是 你长的表现 包括我们的空气的污染啊 我们水的污染啊 电磁波的辐射呀 我们心里的这个妄想 杂念很多啊 深层压力很大呀 我们心有千千结啊 所以这个很容易昏沉 所以你看我们原来 东林是打佛七 也是念四十五分钟 坐四十五分钟 我们也发现这个情况 一坐下来 大概也就是十分十五分左右 绝大多数人都在那里 打打着脑袋 睡觉 哎呀 整个觉得这个不行 以后干脆都不让他们坐 你都给我惊醒 惊醒 他就好多了 当然也有的昏昏沉沉 边走边睡 边走边睡 你撞在人身上 或者站在墙上 碰到一个大疙瘩 他也要让他惊醒惊醒 所以打佛七 还是以惊醒为主 我们经济佛七 是十四个小时 一下都不停下来 就那么走 他前一两天可能昏沉 到了后半段 他就越来越精神 越来越清 清楚 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无量节以来 我们曾经有很多的捏障 有捏障是正常的 现在我们要忏悔 当你想起什么 你忏悔 你发誓再不去做 生大惨悔之心 但这个忏悔之后 你就再也不去想他了 反正我能忏就忏 忏不掉 阿弥陀佛给我包干就好了 交给阿弥陀佛 我们修学无量寿经 因以原一本 还是以惠一本为主 有很多人讲 夏连居老居士 是佛菩萨再来的 最后一本经 肯定是夏慧本集 夏慧集本 我们应如何对待 请慈悲开示 关于无量寿经 这桩事情 就是原一本和惠一本的事情 这一二十年来 都有争议 那么无量寿经 在中国十二次翻译 有十种翻译 都是在 魏晋南北朝 六朝时期 就把它翻译过来了 以后就有一本 是唐代的一个翻译 再就是宋代的一个翻译 留下来的 有五种原一本 五种原一本 古来的祝经家 就选择康生凯的本质 朝卫康生凯的本质 来做祝节 最先由隋朝的 会元法师 还有基障法师 还有新罗国的元宵 这些法师来做 都是以康生凯为主 那么应该说 翻译的语言非常好的 还是唐一本 就是大宝基金 无量寿无奈会 翻译的文具非常流畅 但是它有一个唯一的缺陷 就是我五动五烧 这个内容没有 就显得不完满 当时偶一大师 他很推崇唐一本 他曾经有过 祝节的一个计划 祝节佛经计划 他当然有些计划都完成了 还有计划是来不及祝 他就往生了 其中他在这个计划里面 就已经列了 无量寿经 就是奴来会 大宝基金奴来会 作为他祝节的本质 这个五种原一本 《汉无两一》内容比较详实 但是缺词翻译的 比较古傲 比较琐碎 由于种种金本的详略 风格不一样 所以古人就想来一个集大成 想搞一本最好的汇集本 家业流通 那么有这个想法 而去实施的 最先是南宋的 王日修居审 他是汇集了四种原一本 就是 大宝基金 无量寿卢来会 他们有参照 其他四种他都参照了 他作了第一个汇本 叫《大阿弥陀经》 当时一注解出来 由于王日修居室是国学进士 修行念佛法门又很有心得 他是站着往生的 也是在观音菩萨面前 祈祷来注解的 所以大家对他信心还满足的 所以在教内外风行 到了明末 莲池大师在做弥陀书抄的时候 对这个王弄书的本质 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方面肯定他 汇集这个本质流通胜广 利益胜大 同时又指出这个汇集本的不足 就是他里面添加了自己的语言 在选择方面 这个重要的文具 反而没有 用自己的语言 尤其用自己的语言来编 这个如果是重新做翻译可以 但是汇集绝对不能用自己的语言 指出这点之后 如于莲池大师在教内的这种得望 属于进度中第八代祖师 中门也是开悟了的 也是来历不凡的 这位一位祖师 由于对莲池大师的信仰 以后这个王日修的本质 也慢慢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那么清代彭少生居士 也是不满意 这个王龙苏本质的这种情况 他就把这个康生凯的本质 有个节教本 就是有一些三节 但是他没有添加自己的内容 他既然是三节本 当然其他四种原一本的内容 也体现不出来 虽然做了这项工作 他还对这个一本有一个 无量受精起信论 对他的接教本还有个注解 这是一个本质 到了清末未成官居士 他也是一个大文学家了 也是一个改革家 启蒙运动 启蒙者 他晚年学佛 尤其修净土法门 他倒是对五种原一本 都有一个汇集 他认为他要搞一个最善之本 无一字无一句没有来历 都来做 但是做的结果效果并不好 跟前面两种相比 用印竹的话来说 胆大新出 不足为训 那么这样就到了民国年间 夏连居老居士 也是想足一个尽善尽美的本质 用心良苦做了三年 出来了 出来了这个本质 在当时 你看中央电视台 广播台也做的播送 也印了几千册 但没有流通开 从印竹文朝第三次来看 有个居士叫王子力 跟他请问这个无量寿经的 一本问题 汇集本问题 那么印竹当然比较厚道 他只是用前面三种 来加以笔矿 说这个佛经 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古人翻译部经典 有翻译的 有正文的 有校对的 有认色的 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那么魏晨冠认为他比原来好 实际上是很不行的 做了一些对三种 做了分析之后 印竹总的原则是 无量寿经既能有原一本 就没有必要无事生事 这个有一个持航法师 他原来是个将军 在大陆的时候 曾经给夏连军老局 是听过课 然后他到台湾 他就出家了 他当时就有个发心 想在台湾 把这个夏连军老局 这汇集本 给他汇集开 结果一到台湾去 也受到阻碍 为了阻碍 他有一篇文章 专门谈这个事情 说台湾为什么推广不开呢 是有人说佛经 为了保持佛经的成正性 避免说这个佛经 是后人伪造 所以这个观点 实际上是来自于台湾岛上 很多印光大师的弟子 抒发出的声音 所以这个汇集本 原来是层级 没有出来的 那么过了半个世纪以后 到了八十年代 却竟然风行一时 复兮复兮 大家要有明智的判断 我们东宁市的立场 是倡导原意本 也是为了佛法的成正性 汇集本 可以作为参考 也不能说它不好 它也有优点 它也用心良苦 但是 确实三种汇集本 都有毛病缺点 都能找出它里面的瑕疵 而实际上客观来说 就是四种汇集本当中 还算王龙书的本质 还汇集得最好 所以怎么对待 我们还是觉得 以原意本为主 五种原意本 以康生凯的本质为主 但实际上 你对净土法门 要更深一步了解 五种原意本 都要加以研讨 把五种原意本 作为无量寿命的 一个整体去读 因为汉无两一 确实有很多 康本没有的内容 那么四种汇集本 作为辅助 我想这样比较好一点 比较客观一点 也是继承我们进度中 祖师的这种思想 不知道大家听了以为如何 我们一定要以真理 以法为主 好 下面 有的祝念团说 祝念也有失成的 通过一些其他方式 如蕴长 可以使王者轻易往生 而且很有内向 请慈悲开示 祝念已往生的关系 对待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往生的正因 是这个念佛人 本句的感同 其他的人 是一个助缘 正因和助缘的关系 一定要摆正他的主次 你这个什么叫助念 助念就是帮助 这个病人 保持他信愿型的正念 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是个辅助的行为 你可不能宣宾夺主 宣宾夺主就错了 特别是还说 谁能够运点气功 朝上面运一下 要什么怎么样 那你说 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还不如你这个运运气吗 还需要你搞 搞这些花样吗 在这点点什么 那个沙呀 喷点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反正 对你说它是出于好意 但是你对阿弥陀佛的 那种慈悲救度 灵命中是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 你有一个 安心的相信的话 你还要搞那些干嘛 还有人跟 哎呀 灵中的时候 一定要念地藏经 给他修灭藏才能往生 哎呀 上次我在秦王岛 我听到一个人 他都很痛心的告诉 他就是听到这些话 然后他的父亲 灵往生的时候 他就发大心 给父亲 念一百步 地藏经 帮他修灭藏往生 这次孝心了 然后就 再念一念 念到第九十九步的时候 他的父亲不行了 他说不行也不行 等我念完再说 还没等他念完 他的父亲走了 走的情况很不好 全身僵硬 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 这个时候你赶紧跟他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还在这光灯光灯念地藏经干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阵营是幸运辞民 发心又发得大又发得猛 他是东北人 一天都是几百拜的大颗头 什么都很猛 念地藏经他也很猛 念一百遍 一百步 所以你看看就失去了一个良好的世界 这时候就提醒他的父亲 我说你提醒母亲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帮助他保持这个念头 阿弥陀佛就能感通弥陀的愿力 弥陀愿力是在法界当中是无种妙用的 但你一定要用信愿持命去感通的 感通这个境界 接引境界就现前了 你不用信愿持命去感通 你还去搞其他的东西 你就是麻烦了 所以怎么让王者轻易地往生 就是帮他提起信愿的正念 然后念佛呢 声音也不要太大 助念了我发现 我在东宁市 我母亲往生 我是参加了全过程 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 哎呀一上来 大家都是很慈悲了 倒是一上来就很猛 就恨不得这个病人马上走 实际上念念都是 你赶快走吧 你赶快走吧 阿弥陀佛赶快接引吧 念得非常急 非常猛 这样实际上给病人带了很多的心理负担 他一下子他也想走 但是又没有到灵命中时 又觉得这么多念佛人在这里 不走又不好意思 再加上这一波高声表演了一番 又来了另外一波又高声一番 而且佛号又不一样 哎呀我发现这个整个对病人的折磨很大 我才发现这种方法完全不可取 所以我就告诉他终止住念 就是副理性注念 就是留个两三个人在旁边亲身的提醒 给病人一种放松 一种解脱 然后告诉他 你命没有到 命述没到 阿弥陀佛只能让我们身体健康 命述已到 阿弥陀佛临终皆引愉快地去 非常放松地走 气氛非常的温馨 不要搞得那么紧张 不要搞得那么焦急 那有很多人 看到佛还没有来 全地都在那跪呀拜呀 阿弥陀佛赶快来呀 阿弥陀佛赶快来呀 哎呀 好像用意是好 但是这个方式不可取 所以我现在对东林注念团 我要怎么在 这是一场细活 一定要知道心理 一定要知道一些 生命临终时候的一些知识 能够就是顺其自然 非常细心地念 你看最后 我母亲开始就在这种念佛当中 她都生了很大的烦恼 她都不爱听 我才想到前年 我们东林寺也有个香港比丘尼 在往生 也是一拨一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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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比丘尼竟然说 你们不要念了 我不往生了 然后当这个比丘尼 出现这个行政 那个助念就很害怕 说这个念掌鬼找上门了 冤家对头来了 怎么办呢 他就说赶快念地藏经 赶快超度 这个念掌鬼来了 他就是 他不从自身找原因 说念掌鬼 哎呀 就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我想助念 一定要细一点来做 你看我在我老母亲身上 我是得到了经经教训 那我老母亲都生了烦恼 最后我撤了之后 就开始 这个流 流两 有几个比丘尼来轮班 一两个轮班 细心的 他只要能听到 能听到一点点 他能跟就跟 不能跟也没关系 想睡就睡 想喝就喝 想吃就吃 甚至有很多 你不能睡呀 睡得不能保持正念 被他折磨得要死 人家这睡一下 有什么不可以 睡就睡嘛 我那老母亲 我以后调整了 我才幸运 调整之后 他心里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好的 他临走 开始病痛 折磨得很厉害 以后到了 18号上午的时候 他在11点左右 平静下来了 平静下来了 他真的是睡梦中去想的 非常安详 走了之后 你也很难说 他临终就是一句 响亮的阿弥陀佛 他没有这个水平 因为他确实糖尿病 折磨了他 哎呦哎呦啊 这个想翻个身 全身肌肉都疼痛啊 但是我是提醒他 你就是保持 业往生的念头就可以了 你能跟就跟 不能跟也没关系 给他放松 我就心里想 阿弥陀佛肯定会 慈悲不舍任意众生了 我那母亲已经发愿 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她已经说 爬都要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难道阿弥陀佛 能够不收这个众生吗 难道还要给他提要求 临终这一生 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 我才收你 你没有在我 在这身佛号上 我就不收收丢你吗 我不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知道 劝我老母亲 一定要临终正念 也做不到 我只能祈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致大悲 借我 借我 我母亲走 还真的是 大悲不舍任意众生 我母亲 断气之后 我在摸 我母亲的头顶 是发热的 然后第二天 念完24小时佛号 换衣服 全身柔软的 第三天 涂皮 有三百多颗 五十的舍地花 出来了 我才相信万修万人去 只要具足信愿 你如果去谈功夫 我老母亲也谈不上什么功夫 她也是散乱性 所以这个临终 注念 就是帮助他建立愿往生的念头 佛号 能够提及 就让他提及 提及不来 你给他放松 该睡就睡 该喝就喝 该吃就吃 上次去新加坡 说他的 甚至那个注念团 把人家折腾到什么程度 人家躺下来都不行 说一定要坐着才能往生 躺下来不能往生 哎呀 那个家属 这个就说 我的老母亲被人折磨的 躺都不能躺 坐在那里歪歪扭扭的 不知道是不是走了 你折腾这么多东西干嘛 你只有对阿弥陀佛的 大微神愿力 有信心之后 他坐着也好 躺着也好 站着也好 随他的意愿 他怎么舒服怎么难 就好 所以千万注念的人 不要折腾病人 好 时间到了 那么 欢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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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